关天下有线电视持续进行着数位电视频道多元化的工程 并且和各家频道业者共同合作举办了抽奖活动 在27号这一天大奖就出炉了 幸运得主是住在系纸的一位关天下的收视户周先生 而周先生拿到了由关天下有线电视总经理周鸿军所颁发的奖品 iPad之后也直呼自己真的是太幸运 关天下有线电视为了推广有线电视数位化一直不遗余力 近期来不但持续推动机上盒安装 更加强与频道业者的合作 就是为了让观众们有更多的优质频道可以收视 现在更与频道业者共同举办活动 最大奖可以得到iPad mini一台 我们关天下有线电视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 主要是为了回馈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在三年前开始推动数位化的一个节目 把我们的电视都数位化 然后也推机上盒 然后我们为了让客户能够更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数位的内容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频道节目 然后同时跟频道商做一个合作 那这次是跟频道商SciFi这个频道 然后他也大力的赞助我们推了这个iPad mini的赠品 这位得到大奖的幸运得主今天也亲自到现场领奖 并由关天下有线电视的总经理亲自颁奖 幸运得主也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关天下有线电视的忠实观众 这次能够得到大奖实在是非常高兴 我今天刚好生日啦 那也其实来戏值也很久了 一直都是关天下的粉丝啦 所以这也第一次参加 我真的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关天下的那个抽奖活动 那其实当初也没有说真的也没有抱着任何的希望 只是觉得说好玩 好玩这样啊能够有参与感这样 那很高兴的今天我真的抽到了那个iPad mini 那也就证明其实有时候其实我说真的 其实看这些节目很多的奖项啊 都会觉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真的 真的然后也谢谢关天下还有台湾大观品 非常恭喜这位消费者 那更希望说我们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这样子的活动 来让消费者有一些惊喜 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能持续给我们支持 爱护我们关天下有线电视 数位电视提供了HD的高画质 不论是用来收看体育电影或是任何频道 色彩都能够更饱和画面也更清晰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都可以向关天下有线电视提出申请 记者李嘉文李一帆细子采访报道